下号江湖中除了名门正派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邪派 那就是日月神教 日月神教都有两个核心人物 一个论我行 一个东方不败 论我行在被推下台前 对东方不败是分心了 而且对其眼睛寄从 不仅如此 还将日月神教定机密集 葵花宝典传于东方不败 可以说不出意外的话 只要论我行基本上就是东方不败 继承论我行的位置 不过四次难料 东方不败野心太大 等不及处于他的日子 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通过自己的安排 趁着任我行被七星大法仿视的机会 直接拿下了任我行 不过东方不败没有直接杀了任我行 而是将其囚禁在西湖牢底中 不杀或许是因为任我行 本来对东方不败就不算差 二来也想留着东方不败的活口 或许将来还有所用处 就这样 任我行从一个封关教主就被关押在了西湖牢底不见天日 直到向文天与令狐冲结拜成兄弟之后 向文天借着令狐冲的实力拯救任我行 并且拿令狐冲当作提示柜 好在令狐冲机警最终也逃出生天 其实看过原著的人 基本上都觉得任我行能逃出西湖牢底 最该感谢的就是令狐冲 这里说的没错 虽然该感谢令狐冲 那是因为向文天有令狐冲的辅助 拯救计划不仅完美而且更加顺利 其实这里该谢的不是令狐冲 而是向文天 如果没有令狐冲 向文天也会找来其他人来拯救 只是能不能成功 我要打上一个问号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任我行还该感谢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且听下面细细分析 其实哪怕向文天与令狐冲没来的话 任我行依旧可以逃出西湖牢底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至于为什么会如此顺利 而且这么有把握 关键就是任我行要歇的 江南室友之一的黑白子 当初任我行被东方白拿下之后 东方白就吩咐江南室友进行勘押工作 这兄弟死人爱好分别是情急俗话 可以过上神仙生活 每日研究自己的兴趣爱好 也未尝不可 不过江湖中人怎么可能耐得住寂寞 选择看守工作虽然轻松 只是定时定量出饭就可以了 但是实际上不仅失去自由 还要做好安防工作 万一让任我行跑了 不仅自己要受罚 还有可能被任我行保护 所以说这个工作风险大 所以也不算高 还好的是时间比较充裕 有时间就可以练习自己的记忆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本来这世人生活也算是平平无奇 若没有向问天令服装的道法 基本上是相安无事 不过其实这里面已经有叛徒 正如前面所说的黑白子 黑白子身为江南室友的老二 经常以顺放的机会接触任我行 希望可以拜师学习悉心大法 而这也就是为何说 任我行完全可以依靠自己逃出去的原因 因为只要稍加利用黑白子 就可以和令狐中 逃出西湖牢底的操作一样 那为什么江南室友之黑白子会叛变呢 其他几个就不会呢 我们都知道琴棋书画虽可陶冶秦超 但论要叫高下的话 只有奇异才可以分胜负 其他三样几乎都是公说公有力 婆说婆有力 很难直接说出个谁高谁低 所以老二黑白子的好生心极强 因为自己的记忆不如老大黄宗公 所以一直有所不服气 黑白子一心想成为老大 而且真胜心切 所以会选择听而走险 想拜师任我行 他也成为了任我行 可以逃出西湖牢底的一个关键人物 任我行自然要感谢黑白子了 今天是隐身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 点赞